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至少从我的眼光看来就是风雨交加 那时候我中医 然后在准备各天的很恐怖的华语考试 我已经背了一大堆的成语 可是还是背不熟 我在想到底为什么只有我不懂 为什么我的同学都懂 那时候已经十一点钟了 我看着我的课本一直翻一直翻 一边哭一边翻 看还有几页需要背 可是一直背不完 我觉得已经完了 没办法了 我就把我的课本 我的课本撕了 雪花飘飘 在雪花下我就在那边一直哭 一直哭 嗨,大家好,我是胡恩恩 我是点心侠 Dimpsom Warriors 双语系统 学习系统的创办人 后来我就上高中 然后过后就上新加坡国立大学 念英文系 念完后在新加坡的中学当英文老师 过后也去了美国加哥伦比亚大学 念博士学位也在纽约的长导大学 当永久教授 我看起来就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 在新加坡会说 昂老牌的一种人 那时候完全没想到 后来我会 竟然会到台湾当客座教授 也会用中文教学 后来也会写了一个歌舞剧 在中国巡演 会写了一部电影 拍了一部电影 是用中文还有闽南话 就福建话为主的一部电影 也到各国去放映了 我的妹可以照顾她 还可以教她英文 才不要宝贝给你们学习 我更没想到 我之后会设计一套点心侠 这套双语学习系统 回想起来 如果我当时的华语老师知道 我今天在母语学习论坛 发表演讲的话 她一定会捧腹大笑 然而人是会变的 我家女儿我们叫她Yakuza Baby 她小名是YB Yakuza Baby 黑道宝宝 因为她是在我跟先生一起在看 东京的那个Yakuza Film的时候 她出生的 她是在纽约出生 然后八岁的时候 我们举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她几乎完全不会讲中文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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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三年以内 她不但能够国语及格 她也用中文学 数学自然 Acute Angle 怎么说? 锐角 Optuse Angle 怎么说? 顿角 Tripezium 的面积怎么算? 上底加下底 成高除二 当我问她放假的时候 假期的时候 要做些什么 她会很直觉的跟我说 耍肥 一阵子之前 我跟一些家长和老师 在AFCC Asian Festival of Children's Content 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孩子们 不想学华语 而且对华语 好像有一点恐惧感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就是 孩子们一开始上学之后 他们通常会选择 多用英语而少用华语 我们也讨论了一些 到底要如何提高孩子的兴趣 降低他们的恐惧 我不以为自己已经找到 最好最棒的 学习华语的办法 因为我真的还没有 不过我能做的是 跟你们分享 在这个旅途中 学习华语的旅途中 所学到的一些想法 以一个学生 以一个家长 以一个教育学者 一个创作者的身份 跟你们分享 所学到的 希望你们会觉得有用 这个演讲会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现在这个部分 就是我撕破课本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会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是最后一名 能够学到什么 第三个部分 我们是如何从兴趣开始学习 第四个部分 我会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对语言有自信 这场演讲 我不会提供一套处方签 去医疗学习语言的各种问题 我会做的是提供一些 针对学习的基本原则 虽然我们主要是说语言学习 但是我们应该了解 语言学习不能凭空出现 我们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些原则 才能产生正向的改变 最终身为家长 身为爸爸妈妈 我的希望 我也觉得你们的希望 也不是一定要孩子们考试 考很高分 而是要他们有冒险精神 有创造力 能够很无畏无惧的去面对未来 说回那本撕破的课本 当天晚上半夜的时候 我就悄悄的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这件事情 我悄悄的把撕破的纸都收集起来 然后用胶带把它粘起来 当然它还是惨不忍睹 做这件事情 可以看到 我们从用胶带队 因为我们の感觉 去黑痣 对 这个 伊